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介绍这个C++的静态函数 其实呢 C++的这个静态的变量 或者是静态的函数 其实呢 都是跟加瓦基本的都是一样的 OK 它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静态的数据 静态的数据呢 在C++ 它称为叫做Data Member 所以称为数据成员 另一种是函数的成员 所以它叫做这个静态的 Static的Data Member 这就是属性的意思 叫做静态的Data Member 就是这个静态的数据成员 那么对这个 就是说静态的Data Member 二是各对象大家共享的 这是公用或者是共享的数据成员 它不属于任何对象 而是属于类别的 那么 那么还有静态的成员函数 这叫做静态的 这一个 静态的 这个 Memoral Function Memoral Function 这是C++的名词 OK 那这一个 就是这个静态的成员函数 也是属于类别的 而不属于任何对象的 所以这个就是静态 所以跟加瓦的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 规则也是一样 所以它只能 这个静态的函数 只能存起静态的数据 所以只能存起那 静态的数据的值 那任何一般的成员函数 可以调用静态的 但是倒过来就不行了 成员函数可以调用静态的 但是这边的调用就不行了 OK 好 那么C++的基本的写法 都一样 跟加瓦一样 静态的 才是static 然后呢 counter跟上 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在构造式里头 给它 因为这是构造式 所以那 它可以存起这个静态的 静态的这个函数 静态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边也是上 有没有 也是上 OK 好 再来 这里有两个 这个静态的 这个函数 这个写法跟加瓦 你看 通通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加瓦从西加加 继承来的 这个静态的概念 通通没变 通通没变 然后只插在 它这个静态的在这里要特别宣告 而且呢 要用 impo 以冒号 类冒号这样的来做一个宣告 OK 插在这里 做一个宣告 那加瓦是直接在这里就可以了 直接在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里是不属于这一个对象里头的 所以在外边独立宣告一下 OK 这是西加加的特别的地方 那其他通通是一样 好 那对象点一般的函数 OK 然后静态成员的 它就用类别冒号 就插在这里 西加加用类别冒号 然后加静态的函数 那这是对象点一般函数 OK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静态 在西加加可以静 对象 可以静态成员函数 但是它会把它转过来 所以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它会 如果你写这样 也是OK的 只是它会把它 转成这个样子 OK Compiler的时候 那 所以呢 这个 EI E1 Average 就相当于是这样子类 调用静态函数 从上可知道 静态的函数呢 它不是存取这个对象内部的值 所以呢 它不需要 去调用一般的成员 因此西加加跟加瓦一模一样 它禁止了 这个静态的成员函数 去调用一般的成员函数 反过来呢 一般的函数 会调用静态函数 OK 好 就这样子的 OK 好 那这个 我定义的OOPC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OK 但是C 本身就有这个static 的概念 OK 好 那是我们 在这里不谈这个 OK 以后呢 我们专门来开这个 LWOOPC的课的时候 再来详细说 OK 好 那这里呢 就是有空 你看一下 这个 我高老师 这个录了100个小时的课程 那么 有空 可以 来听听看 那你都不知道去哪里听 可以升上我的 博客的主页 那上面就有了 OK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咯 谢谢